哈嘍大家好我是信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是好久沒有聊的數碼娃貝 因為我的頻道越來越上軌道了 所以最近呢我想好好推廣我童年喜歡的作品 數碼娃貝給現在不太認識數碼娃貝的朋友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聊的就是 數碼娃貝界會走路的死亡期 獅子獸 基本上獅子獸跟救急天使獸 兩隻數碼娃貝常常被並稱為會走路的棋子 獅子獸呢是每次登場一定會死 一定會翹毛幾乎沒有例外 再來就是救急天使獸 登場幾乎會輸 他的戰績非常難看幾乎沒有贏過 第一次登場是在數碼娃貝02的電影版 一登場出來大概不到10秒就趴掉 那他在try中被打破了這個魔咒 呃...非常可惜喔 以為還可以看到他被幹掉 好啦那麼呢 今天的主題是獅子獸嘛 那我們現在就來好好介紹一下獅子獸這隻數碼娃貝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才可以追蹤到最新的數碼娃貝的資訊 獅子獸是怪獸對打機第四代 首次推出的成熟期數碼娃貝 屬性是疫苗 種族是獸人 大部分用絕招叫做獸王拳 大家可以看到的他就是一隻長得像人的 擁有獅頭人身的數碼娃貝喔 那大部分的作品裡面他都是以正義的姿態登場 在觀眾的面前 他有一隻樹敵叫做奧家獸 有看過數碼娃貝靈異的朋友應該都印象是蠻鮮明的 沒看過的朋友他是一隻綠色的鬼人 好啦以上講的全部都只是鋪陳啦鋪陳啦 重點是接下來我要講的東西 在動畫裡面名字裡面有獅子獸 雷歐夢這幾個字的數碼娃貝 目前我還沒看過例外 死亡率高達100% 值得紀念的數碼娃貝第一代呢獅子獸也有登場 他是少數會支援主角方的數碼寶貝 但是我覺得所有作品裡面最衰的可能也就是他 他總共被壞人控制了兩次 第一次登場的時候被神聖計畫進化 然後暫時協助太一一型人 但是沒有過多久又被控制 所以... 不過也因獲得福啦 獅子獸因為被照射了神聖計畫的光芒 他可以跟雅谷獸還有加布獸一樣 跳躍進化到救急體 他就變成了黃金劍獅獸 B.U.T.B.T.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B.T. 黃金劍獅獸登場沒有多久 就被鋼鐵骷空獸掛掉 在我查的資料裡面 數碼娃貝大冒險這部作品是有出小說版的 小說版的獅子獸有沒有存活下來呢 答案是...沒有 他在小說版是被鋼鐵骷空獸掛掉 所以... R.I.P. 那也就是從這一部開始 數碼娃貝動畫系列只要出現獅子獸 幾乎都會掛掉 那數碼娃貝02呢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登場 所以我就不列入計算 R.I.P. 不知道 R.I.P. R.I.P. 決定的決定 終於終於 寧寞 那我們到了第三部 數碼寶貝 訓獸師之王 Teymazu 他身為主角權之一的 加藤術力的數碼寶貝登場 雖然他有批敵完全體的實力 但是被剛進化成究極體的小妖獸 當時小妖獸得到力量有點得意忘形 有點嗨 不經意的就把他掛掉了 所以 是死的蠻莫名其妙的一部作品 而且他並不是戰鬥中被掛掉 他是講話講到一半被殺掉 所以又增添了這次死亡的莫名其妙程度 那第四部數碼寶貝有出現過兩隻獅子獸 第一隻是冰雪獅子獸 但是日文叫Banchamon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要不要列入計算 不過他長得跟獅子獸幾乎一模一樣 就等同於獅子獸而披射啦 所以還是把他列入計算吧 這隻冰雪獅子獸呢是被主角當作野怪打死的 第六次獅子獸是誰你猜猜看 就是袁灰翼啦 他進化了凱撒獅子獸 凱撒雷歐萌 就死的蠻 呃 接下來我要講的話可能會牽涉到爆雷 但是灰翼一登場就是 瀕臨死亡狀態 所以算是一開始就掛掉了吧 是用數碼爲的奇蹟的力量 還有灰兒的親情把他給救回來的 恭喜這隻是 算是有活下來吧 不過也死過一次而已 我們都不認識了 咦? 不認識了 大家 保護我們 孔一 可能我們 第五部出馬好貝 這部裡面也出現了兩隻獅子獸 黃金劍獅獸跟 蕃長獅子獸 這兩隻獅子獸的下場你們也是 該懂了 唉 沒錯 都掛了 黃金劍獅獅 presidente 那個都藍唬山唯采 技師獅種 不過蕃長獅子獸算是滿重要的角色 也協助主角方讓自己數碼貝進化到暴力的形態 拆死掉 所以 算是待遇比較好的那一邊了吧 接下來這部作品比較少人知道 它是全CG的動畫作品 叫做數碼貝X-Evolution 這部作品裡面有出現一隻獅子獅子 在故事剛開始三分鐘就死掉了 那接下來就是更少人知道的數碼貝第六部組合 合戰爭 合體戰爭 這部作品裡面也有出現獅子獅 算是前期的小Boss 叫做 Mattoriomo 瘋狂獅子獅 這次獅子獅身為小Boss 也其實在登場好像第三話就掛掉了 我最後的力量 那雙小貝Try的那一隻呢 他跟01那一隻算是同一隻雙小貝的轉世 所以四隻獅在01的世界觀居然死了兩次 我也是佩服啊 其實如果這幾隻獅子獅要是組隊的話 可能會不輸七龍珠那幾個自殺突擊隊 好像還蠻好看的 那在這麼多作品裡面到底有沒有獅子獅是有存活下來的呢? 還是說每一部的獅子獅都會像絕命終結戰一樣莫名其妙的掛掉呢? 不 有一部 有一部作品他有活下來 不過這是漫畫 他就是 樹毛貝V01訓練師 裡面有一隻魔鬼教官獅子獅 他是擔任神聖天使獅成軍隊教官喔 這隻獅子獅待遇就還不錯 他不僅活下來了 甚至還有進化 而且他還有榮幸跟奧米加獅跟究極天使獅一起作戰抗敵 重要的是 他活下來了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我所知道的樹毛貝作品中的獅子獅 存活率超低 幾乎是零 有活下來的居然也是漫畫 大家不管 這個不管 因為樹毛貝派生的作品實在是太多了 可能會有漏網之魚 也請麻煩大家在下面補充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獅子獅有什麼感想 比如說 如果我到樹毛貝世界 我最不想要的搭檔就是獅子獅 因為他一定會掛掉 之類的 這種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討論 好啦 那麼我是信 喜歡我的影片麻煩也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未來想要追蹤更多樹毛貝的資訊 也麻煩打開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跟著我